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血液循环 很久很久以前,当金子跟卵子结育的时候就成为了飞胎 那时候我们的血液循环就已经开始了 飞胎,婴孩,小孩和现在,你了解血液循环吗? 今天我们的人体血液循环系统里面有血管,心脏,还有血液 他们每天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住家自然水循环系统也是一样 有水喉,有水泵,也有水源 他们也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想起来一下,今天如果你就在20层楼的宫地上 那么突然说没有水了 那么你觉得你需要跑下去楼下拿水,这个过程辛苦吗? 那我来问一问大家,你知道你身体血管有多长吗? 其实我们身体的血管是可以围绕着地球两圈半 那么今天我们做个比喻 如果今天你驾驶从俄国去霹雳,冲突完全没有休息 你会累吗? 如果刚刚你说累,那么想起来一下 今天我们的血管可以围绕地球两圈半 那么他不是更累吗? 我们说血液环 通过血管把氧气跟营养输送到人体的每一个细胞 让它们护洗跟提供它们吃喝 同时间细胞就把废物跟废气透过肺 肾和皮肤排出体外 今天我们说良好的血液环就好像一辆车 在高速公路通畅无阻 那么不良的血液环就好像今天你堵在赛车中 进退两难 一般上血液环不好的最常见症状有 手脚冰冷 水肿 肌力卷退 消化不良 疲劳 抽筋 静脉俱张 四肢麻木和刺痛等等 你有忽略到血液环的重要性吗? 希望我今天这个短短的视频 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血液环的重要性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说明了 准备 用